國家不是你家 國家也不是我家 國家是你我他共識的國家 賴總統跟蕭副總統謹記再寫 國家是你我他三黨共識的國家 我們當上總統的人 要做全民的總統 他就是表示已經很不夠用了 不要堅任黨主席 我吃本來拜託賴清澤總統 你在就職以前 也能夠在一身作者 來建立以後總統 絕不堅任政黨主席 你避免黨國不分 這次我必須 嚴正提醒大家 這個禮拜就要跟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 這三黨如何協商 如果明的是協商 如果暗示就是教育了 我們希望老天也保佑 讓我們大家心中 把台灣當作我你我他共同的國家 國家 國家不是你家 國家也不是我家 國家是你我他共同的家 我們 蔡總統 賴副總統要謹記再寫 賴總統跟賴副總統 謹記再寫 國家是你我他 三黨共自的國家 同樣我們也希望立法院 不管怎麼協商 怎麼密室交易 你們的政副總統 政副院長 還有以後對法案的審查 也要記住 每一個法案 通過執行 不是跟你的利益 而是你我他共同的利益 因為 票投出來 這次的選舉 又是網路失敗 我們過去很習慣民調 我常說民調有兩種 誠實民調跟不誠實民調 內參民調跟宣傳民調 凡是對外宣傳的 大概都不夠誠實 那些民調內部參考的 內參民調 才是誠實民調 那經過很長久的醞釀 這一次民調到底問題不大 但是我們需要認真來討論的是 網路跟民主的關係 政黨跟民主的關係 就網路來講 當然老人家遲早要離開世界 而年輕人代代相傳 網路是年輕人的四號 這一次的網路扮演很大的角色 但是不要忘掉 網路的操作 背後是money money talk 因為參與網路操作的人 自願的當然也有 自願的當然也有 付錢的更多 所以如果你說 網路空戰成功 你就可以順便想到 它背後的資金來源是 什麼 如果選舉 如果選舉 永遠擺不出 金錢操控的話 這是很大的陷阱 第二個 網路畢竟是新興的科技 像我這個年紀 對網路的了解 當然不做年輕人 隨著網路的流行 年輕人 年輕化已經變成 一個流行的口號 開口閉口 尤其政客們 為了選票 只有不斷說要討好年輕人 這次的手頭組 一百零二萬 我們還看不出來 他們的投票率有多高 但是以過去來講 手頭組當然很重要 但是投票率其實並不高 如果與全國選民 年齡層來看 每二十歲 就一個年齡層 我曾經仔細看一下 其實二十歲到三十歲 三十歲到四十歲 每十年這樣一看 都差不多 如果一再說 年輕人 年輕人 所有的選戰 都為了年輕人的話 那難道 你就不需要 中老年人的票嗎 年輕是很珍貴的 但是我也要告訴年輕人 年輕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每一個人都先有 先年輕才老化 所以年輕是一個過程 代表青春 代表你們還有很長的人生路 但是也代表你們很天真 你們還需要進一步學習 網路是在透過網路傳達的訊息 又快又短 但是真為莫變 如果你們只相信網路 也許就像習主一樣 第一次飄飄來 如果你只相信網路 而不同時也接受其他的訊息的話 你們往往被網路誤打 事實上 我年紀已經一大拔了 我個人親自參與的六次選舉 還有幾乎過去民進黨每次選舉 很少我沒有去助選的 所以坦白講每次的選舉 我都感覺到是一個說謊比賽 這次的很多候選人 其實有很多話是不真實的 如果你們只相信網路 而網路的操盤 又是用花錢雇來的 他要效忠他的雇主 全部傳對的都是好消息 其他的人通通給以負面肯定 年輕人本來對歷史就不了解 對政治也在學習階段 這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你們只是迷信網路的話 我真的很擔心 而候選人開口閉口 都是為了要討好年輕人的話 那以後我們的政治怎麼辦 難道總統只為年輕人服務嗎 年輕人所享受的一切 難道不是比你們年紀大的人 由年輕到一步一步邁向 所為你們累積的創造成果嗎 最後我想要呼籲 菅宇我當年跟阿伯總統也當面 我們當上總統的人 要做全民的總統 24小時已經很不夠用了 不要兼任黨主席 阿伯總統很快的也就卸任 辭謝黨主席 我誠懇地拜託 賴清德總統 你在就職以前 也能夠率一身作則 來建立以後總統 絕不堅任政黨主席 以避免黨國不分 我們需要行政中立 記住國家是你我他共同的國家 更記住 台灣一關難過 關關過 在全世界的擔憂 我們這場選舉會帶來戰爭 我相信 絕對相信賴清德總統 賴清德總統 小美琴副總統 你們一定不會把台灣帶向的反正 你們要用很多的言行 但是是不是還需要言必稱蔡總統 因為 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可能很欣賞 但是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畢竟沒有投給你們 人民選你們 是因為要迎接新的世代 大家記住 今年全世界有76個國家的國家領導人都會改選 我認為台灣引領世界的時代來臨 2025年 在人類歷史上 應該是一個全新的紀元 就從賴總統 蕭副總統 要就職開始 讓台灣成為一個世界的點傳